近年來,澳門房屋市場總量供需基本平衡 但存在結構失衡問題 特區政府始終深層是市民的住房問題 行政長官何一成在上任之初 就提出五階梯房屋的理念 第一步是社屋 照顧我們最低基層的人士 第二個方面是京屋 第三方面是私人房屋 現在我們中間還會加個甲心階層 還加了長者公寓 這就是我們的樓梯 2022年1月底 公布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用途房屋政策研究 全面展述五階梯房屋政策理念 規劃目標和落實措施 在社會房屋方面 新社會房屋法律制度生效 實行社會房屋行償性申請 在建中的單位有1590個 在新城A區規劃中的單位有4088個 分別位於A區的A5、A6、A10和A11地段 預計未來社屋供應量充足 經濟房屋法完成修訂 在2021年開展修法後的首次申請 目前在建京屋項目有8個 都在新城A區有8271個單位 預計未來可以提供大約23900個京屋單位 特區政府將會根據社會和市場的實際情況 有序推進規劃中的京屋建設 特區政府關注市民所思 重視京屋質量擾民問題 設實保證施工質量並統一建築標準 又設立了新城A區經濟房屋展示區 以此作為未來京屋交付的新標準 行政長官提出甲心住房 是五階梯房屋的重要組成部分 甲心住房定位是私人住房 為居民提供新的置業途徑 2021年4月公布甲心階層住房方案公開諮詢總結報告 二五規劃提出未來五年 以規劃興建甲心房屋7000至1萬個單位 爭取本屋政府內推出先導性甲心房屋計劃 行政長官亦提出興建長者公寓計劃 為原本居住在唐樓的長者提供多一個住屋選擇 第一個作用就是完善了我們整體房屋政策 一個更加完整的規劃 第二個也是針對我們長者的居住問題 提出一些非常實際的解決方案 長者可以出租持有的唐樓 利用相應的租金租住長者公寓 解決出行不變的問題 非常認同長官提出的長者公寓一個理念 可以解決長者住屋需要提升長者的生活素質 我們期望當局可以繼續多聽社會的意見 根據長者的實際需要完成一個公寓空間的功能 長者公寓預計提供1800個單位 以裝配色預製件的環保施工方式興建當中 政府會繼續推動興建長者公寓大樓的主題工程 研究相關的管理制度和草耳行政法規 認為應該有比較完善的配套設施 第一件事我想智能化是比較重要和比較貼心 因為很多長者年紀大 他們一些粗重的工作或者一些家居的動作 需要更多智能化 這次長者公寓示範單位展現出來 而且我知道應該繼續優化 使得長者公寓的設施 在醫療、飲食、居住和出行都是方便的 衣食住行每樣都有照顧到 提升長者的生活質量 另外會按各區現況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 開展私人樓宇用地計劃工作 促進私人房屋供應穩定